女房客拍下圆景和監視小組人員 進到套房內採證 裡面一團亂 在外租屋 結果遭到陌生男子闖入 幸好當時人不在屋內 但東西都被破壞了 iPad面板整個被摔在地上破裂 房間內的木板也被砸爛 馬桶還被亂丟東西進去 最可怕的是枕頭被割破 常常一到割痕 現場還遺留一把剪刀 女生自己一個人租房子 回家看到這一幕吓壞了 事發在6號凌晨2點左右 當事人因為趕著出門忘記鎖門 十幾分鐘後 房間就遭到闖入 直到中午12點 回家發現房間內被亂翻一通 東西還被砸爛 偵偷娃娃甚至被用剪刀割破 馬上報警掉了樓梯間的電眼 結果發現闖入者 是從屋內的四樓下樓 闖進他的房間 搞破壞 當下房間沒有辦法住 只能回南投埔里家 租屋地點就在台中西屯區 信林路是一棟四樓透天 房東分租10到11戶 房間門是喇叭鎖 但一樓大門有密碼鎖 警方財源指紋 找到了一名36歲 陳姓男子 發現他是四樓一名 女租客的朋友 陳姓嫌犯還沒有到案 死下了解他有竊盜傷害毒品等前科 來找女性友人 為何要深夜闖入別人的房間 房東告知當事人 已經要求四樓的女租客搬走 也將更換大門密碼鎖 TV群賴崇宏 顏盛芬魯維新 台中報導